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做错了什么 因为永远在做错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干我们这行 是吧 无往而不在错误之中 所以呢 我应该 其实我跟你说不是这个 因为我最近呢 看了一个日剧 我都说像日本人的这个 红枪鱼 我觉得人家特好卑野舞演的 他讲日本的一种玩意儿叫落语 类似于咱们说的单口相声 我觉得一开始我跟他学的 我以为以后我也这样 给大家深深激共 我觉得日本人就尊敬大家 而且你知道他就是一把折扇 一把折扇 啪 他往这面前一放 当然他是跪着 我就不至于耐着 他放在这 他说啊 这个折扇以外 就是分开两个世界 折扇以外是你要尊敬的观众 折扇以内是我的世界 你知道吗 就是 所以他每次一上来的 啪往这一放 然后 还是什么的 不是 所以以后我也来这个 我们也是 加多保以外以内 这边是我们的 加多保以内 是我的 加多保以外 是你的 很好啊 这样分 对 你这样鞠躬 让我想起好多年前 我在那个李敖啊 台湾作家李大师家里啊 替他工作嘛 帮忙嘛 简报这样聊天 然后呢 突然有人按门铃 开门 那我去开门嘛 李大师还在厨房 在在书桌那边忙着 我开门 一开门 什么都没看到 只看到一个头顶 就是有个人啊 这个是几度啊 我经常以为是180度 45度 算数不好 因为我写错 有一次写错 一个人180度鞠躬 就被读者写信来骂 还调侃我 180度 打对折了 对 他自己替自己做什么 体操运动员了 反正我看到 只看到要头顶 然后他 哇 这45度鞠躬 然后呢 怎么又45度了 45度 90度 90度 讲臭 90度 哎呀 数学太差 香港才子 跟着香港一块衰落 对对 数学不 那个 然后90度鞠躬 然后呢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以为我是李敖 因为每个人看到李敖 都要这样子 不然就会可能被他告 告告你的理由 是你不对我90度鞠躬 然后呢 最好玩是他抬起头 一看到是我的时候 哇 那个脸子啊 惨绿啊 很丢脸啊 他会觉得 哎 我让你看到我对一个人的 有时候不太需要 过度的谦卑 过度的礼貌 那张脸我到现在都记得 因为他平常这一位出版家 出来呢 是蛮怎么讲呢 老大吧 横行 无忌 台湾是说法 走路有风啊 走路有风 然后去找李敖 一开门 哇 对我这样鞠躬 当然你不是这样 你不是走路有风的人 对 我是 你是风吹有你走的人 没错 我是坐着有屁的人 我说的这个是 你说是因为李敖呢 也曾经对人这样 这个当年 他的前妻 这个胡音梦 印象就很深 就说头一回 李敖当时就感觉很怪 那个时候穿这个长衫 头一回见他妈的时候 见胡音梦他妈的时候 他没想到90度的鞠躬 就所以你知道 李敖他还是 就老理的那种北京人 他还是 学那种理 但是当然了 你讲这个 这个李敖 我不禁有想起 我跟他也确实是 同命运共相连 那为什么呢 我就在想 就说这个李敖 这一辈子 他当年被国民党 禁了99本书 以至于他这个书 卖没法卖 他经常说 他这书就出现在 街头那个地摊上 但是这种禁书 你出现在街头地摊上 买的人 都是买黄色书的那些 所以说为了招来那些人呢 他的这个书啊 就经常印的那个裸女的封面 实际是在那种书摊上给人卖 实际上里边可能是讲言论自由啊 讲的甚至是有学术的 但是封皮呢 都被设计成了三级篇的 封皮 所以你也是一开始讲黄段子起家 其实特别有思想内涵 是说这个吧 我还不是讲我的过去 我是讲我的今天 你知道 就是我后来有时看观众的反应 我说咱们的广告 不就是加德宝以内 是我的吗 是吧 但是听听观众经常说 你那个节目 那个广告真经典 说那个圣宝片 我开始我没弄明白 那天我仔细看了看 原来是咱们在凤凰网 的枪枪三人行 凤凰网的那个前头 有一个广告 是一个宝片 哎呀 我一看 我觉得那个广告 我家里去看一看 我跟你说 我觉得确实是很经典 而且这个让我觉得 很好玩 其实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他这广告 就咱们这个高大上的版头 这一出来跟权力游戏似的 呱呱呱呱出来 一出来 我说枪枪三人行 你知道在那之前 在凤凰网那是什么 我跟你讲 就是 第一个镜头呢 就是一个男的 光着个膀子 那个裸背上 冒着虚汗 然后呢 这个男中英很压抑 肾虚 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然后就是 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腰腿酸痛 精神无力 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然后呢 旁边一个小妹 我估计就是掏空她的那位 小妹插话了 是吧 是不是渗透汁了 就是这语气 是不是渗透汁了 然后那个男中英转为激昂 就说 什么什么渗宝片 把渗透汁补起来 然后小妹又搭签 对 试试渗宝片 把透汁的补起来 然后说 补起来之后怎么样呢 这小妹把头搭在这男的肩膀上 她好 我也好 然后下边 咚咚咚咚咚咚咚到我 枪枪三人星 我觉得这后现代 这有点打打主意的感觉 这是不能 不看完那个广告 看不了这个三人星星 对了 我怎么凤凰上没见过 但是感觉你觉得 特别契合你的这个 对 我现在特别爱在凤凰视频上 看枪天三人星 主要是为了看这个广告 视频很好玩 他经常有广告嘛 因为他视频收录广告 国外也是 很多的那个成人网站 很好玩 我经常好奇啊 你看成人网站呢 然后出现了很多很正经的品牌的广告 什么某个品牌的那个汽车 甚至某个品牌大学的教生广告 那我就经常说 Oh my God 这是一个成人网站 不一定是最hardcore 不一定是最最黄的 可是非常也非常黄 那你怎么看那些人 会是你的消费者嘛 或者说你把两个东西连接起来久了 认真你就输了 不要太认真 他以前有一个广告 你以前那个是雪花啤酒 那个一下两个 不是 小军 生孩子吗 好你这么理解吧 小军 你那个广告的效用是这样 你不认真 你看多了 把他们连接起来 有时候走在路上 看到那个汽车 你都自动会勃起了 因为你经常是在当你看黄色的网站的时候 就出现那个广告的品牌 就神经关联 就是这个巴普洛夫的那个 对啊 你一看到那个汽车走过了 我很想试一下 义军像你这样的这个正人军女 是吧 你冲我说一句 我很想知道 那男的听了什么感觉 是不是渗透支了 你给我说一个 咱就像真的做节目一样 你问我 我听听什么感觉 是不是渗透支了呀 你不用拿进来电 你就要拿去像做国际评论一样 很认真的说 是不是渗透支了 你这样跟我说 是不是渗透支了 我我问好吗 是不是渗透支啊 打牢的那些 渗透支的补起来 他好 我也好 我觉得再逗了 好 现在枪枪三一行了 现在枪枪三一行了 其实呢 任何行为本质上都是个广告 对吗 就是比如说奥巴马放在英国 你看这两个差的远吧 这就像是这个广告 到咱们节目之间的距离 中间还隔着 英国王室是最大的广告 对 中间隔着100个圣宝片 这个我是说 最近为什么 这个请义军来跟我们特别讲一讲了 因为他对这个英美关系比较熟 我是个人啊 很无知 我有这么一个问题 咱们可以先看看这个一些照片 这次奥巴马啊 你瞧 你注意到这些照片里 透露出来的某种氛围啊 某种气息 你看这个小王子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图顶的小王子 威廉 是吧 你说那个 他爸 对 他爸图顶啊 我就说这个图顶王子的小王子 你注意看这个气氛 像不像一个家庭 像一家人 你再往下看 他这个范儿啊 我老觉得 在奥巴马访问别国的时候 我较少看到这种温馨的气氛 就是按说两国之间的人士会面 你看 你看他们在一块 就不拿自己当外人 也许是我的误读啊 你再看下边 你看 你看这就像两个轴隶 轴隶是吧 轴隶两个 在飞短流长 对 轴隶两个飞短流长 在巴那谁呢 是吧 巴西拉里吗 来来来看 好像他有多强 老奶奶生日 90岁 老奶奶生日 他就在那个时候 直转飞机下来 谁开车呢 老公公开车 不是 这不是关系搞乱了啊 这个女王的丈夫 当司机 这都是咱平常少见的情景 你看女王在后边 你看奥巴马跑起来了 为了什么呢 你再往下看 他为了跟消防员握手 怕失礼嘛 来来 你再看 你看这一家人 发布这个照片 说为什么这个小王子 站在一个东西上呢 是因为要出邮票 你再往下看 这一代四代同堂 你看到没有 女王 儿子 孙子和 虫孙子了 是这个关系吧 对 是这个关系吧 你看 这将来要出邮票的 你再看 哎 这个女王 整个历史的变 对 历史的变迁 我家里还有小 就小 就小时候那个集邮 就英国女王 以前香港那个邮票 对吧 全是她的那个项 我 你说到她这个特殊关系 特别巧 我那天是半夜起来 正好要喂孩子的时候 半夜起来打开电视 CNN正好是 在直播 就是这个奥巴马去英国 然后跟那个卡梅伦嘛 他们他们那个首相 在那个讲演 那那次讲演真的 在别的国家 你不会看到 这样的一种感受 卡梅伦已经算是很能说 英国人特别会说话嘛 说话特别体面 这样那样 等他讲完以后 奥巴马 我觉得他那时候 连语调都变了 就非常轻松 他说人语 甚至是那种 波露型的 我感觉 我们从讲 丘吉尔开始吧 底下哗就开始笑 他就讲说 我们跟英国的关系 有多特殊呢 就你看 我是第一个美国的黑人总统 所有的人都认为 我应该在 就椭圆寻办公室 上面他有一个 他的私人办公室 那个地方 所有人都认为 我应该摆一个 马丁路德金的像 但是我摆的是 丘吉尔的像 还有跟我一起 但是我插你一句 最近他把丘吉尔的像 撤走了 所以引起伦敦市长 很反对他干预 就是他发表演讲 说英国不要脱离 这个欧龙嘛 然后就伦敦市长 特别不鸟他 伦敦市长 就那个发型 有点像特朗普那种 Boris Boris 你知道骂的 就是说 兄弟 你 就说 你可以了 你把 他说 你这个 甚至说出了 种族歧视的言论 这个伦敦市长 就是说 他把丘吉尔的雕像 从他办公室撤走 有人说 是他瞧不起我们了 还有人说 是这个 半个肯尼亚血统的 美国总统 骨子里 就没把我们 大英帝国 放在眼里 当然他这个言论 也受到批评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 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义军你接着说 没有他然后呢 他又说他就是完全是脱稿嘛 他又说我这次来跟我访问的人当中啊 我有我有一个那个工作人员 跟我跟我那么多年没有提过任何要求 这次只有一个要求 要跟那个女王见一面 说到见到他的时候几乎昏倒了 他就说我们的关系有这么的特别 说的很就很热络哈 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去威胁 说你们英国啊 不要以为你们脱离欧盟 我们马上会跟你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没那个事我们不着急了 你们要走了 我们跟你们的地位 就是视你们不是平等的地位了 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他又跟那个那个波里斯嘛 又跟他去叫板 他到英国就开始说 你们这帮脱欧的人 就是一帮这个民族主义者 所以美就美国人特别这次传达出一个清晰的 一个一个这个信号 就是说如果你们脱离欧盟 我们就不会再跟你们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不像以前那样的特就是特特殊关系所谓 哎这个嘉辉像你们回归之前 那按说都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呢 哎 我是对对殖民渔猎 对港英渔猎 港英渔猎 港英渔猎是有另外的意涵的 就表示说你在港英年代 讲权的 当过官员的 当过什么讲权的人 这叫港英渔猎 港英不会你我 对我们只是殖民渔猎 就所以说 所以说我想你们对英国的了解啊 跟我这个内地人肯定也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很有这件事 你看这些照片呢 家庭照啊 老让我觉得你看英美这个关系哈 很有意思 一方面呢 英国人自己好像有点丧眉大眼的 就是老怕别人说呀 说英国就是美国的哈巴狗 宠物犬嘛 对吧 所以你看 他的英国首相讲话 包括这个奥巴马讲话 总是特别强调 就是当然是这个事情 是英国人民自己做的决定啊 但是我们美国要给你一个建议 对 他往往就是这 这种语气 有时候我觉得 你说他这种心理 你知道啊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 是1899年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英国著名的一个学者啊 那个时候你看 他还写了一句什么话 你看那个时候大英帝国 感觉还是世界之主吗 对吧 那个时候他就说啊 说这个美国应该这个赶快结束自己的这个小孩子脾气 他从此呢 要负起白种人的责任来 你看 他这句话很有名 就当时就意味着站在那个时间点上的英国人呢 一方面感觉美国后生可畏 但是呢 他实际上还有点瞧不起 就是你这个美国啊 胡打乱闹 你有点小孩子脾气 就像大人 就你还得靠着我们大英帝国的智慧 我们骑上马呀 我们骑上马呀 宋一城 希望你早日能承担世界大任 他还是这么一种态势 但是但是很快呢 到了一九二几年三几年的时候 这个整个美国文化就就过来了 他们说那个时候英国你看这个心理啊 我觉得就这种变化 说有一次有一个英国首相叫什么呢 戈登啊叫什么忘了什么名字了 说访问美国拿一套丘吉尔的那个自传 这等于是德诺贝尔讲的 拿丘吉尔的自传 跟美国总统交换礼物 他的文集 但换了还是换回来一套什么呢 全套好莱坞电影的DVD 这个呢 还是盗版的 盗版的可能在中国那儿盗的 然后呢 回去英国人就还骂他 就说这玩意儿 侵犯我们英国人的这种骄傲 你觉得这种英国人的骄傲 跟美国之间这个势力消长当中啊 有没有一个挫折的过程 英国人对谁都骄傲 因为像现在目前全世界只有两个女王 丹麦女王英国女王 女王是16个国家的女王 英联邦 他还有他的传统 他说到底 他还是可以一句话说 你美国就是从我们那边分出去而已 你了不起什么 他对谁都骄傲 问题是骄傲之后要怎么样 因为他跟美国毕竟有共同的利益 他英美两大我们叫帝国主义 那另外是说他们从他们的角度看 还是有共同的语言 我讲语言不仅是英文 是世界观 他们的用语 民主自由 人权 法治等等 他们的一套的用语 看世界的方法 还是说拿来要求制止 要求别人的标准 所以这两个 不管他们怎么样 你看不起我 我调侃你 到最后一回到利益 回到诈值观上面 他们当然就走在一起了 你看看这个图片 我们看看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像中国几千年历史的 这个也会有 有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你看这是当年大英帝国的版图 日不落帝国 然后你再看下边 他所谓丢掉的国家 都是在现任女王这个时候 对 就是现任女王丢掉的最多的国家 是吧 有些事 从他爸开始 就像杂鲁里讲到英美了 他最后 他们还是联手 因为其实你问香港人的角度 从香港角度发生很多事 其中一个是从1941年42年 就开始谈判 是想把香港交回给当时的蒋介石 那美国刚开始支持的 说好啊 战争之后 日本人一定败的 德国人一定败的 到时候 英国人也 香港早就被占据了 1941年的圣诞节 就当然是说 理所当然 美国也觉得是 应该把香港交回给蒋介石的 那后来那个 邱吉尔就讲一句好语嘛 在英国跟英国人说 你们谁想收回香港 over my dead body 垮过我的身体 再说 别休想 除非我死了 讲这句话 然后美国马上转啊 转弯啊 就说 好好 这次我们慢慢谈 那蒋介石没有办法 被人家欺负着啊 然后就慢慢谈 慢慢谈 慢慢谈 然后英国也先骗 英国多聪明啊 当时谈 重新签约 什么不平等条约 什么 那英国人就等于 给蒋介石一个讯号 好 我们再说再说 分两部分 我们先解决 中国北方的事情 英国的那些租借什么 以后再谈 那蒋介石身边的人 包括了这个非常英俊的 顾维军嘛 中国四大美来嘛 对对 其实长得凉凉腔嘛 怎么跟我们比 然后 是同性恋吗 我考据一下 回去考据一下 告诉我 可是他娶过四个老婆 应该不是 然后说话说回来 就哄着蒋介石嘛 我们老板 我们先收下来吧 他等于英国人分两次 还是送礼给我们 可是分两次送 要顾维军说的 我们先收第一份礼物 解决中国北方的 英国的租借 广州的问题 以后第二份礼物 香港以后会还我们的 还个屁啊 没有了 后来就没有了 英美的关系 其实是打出来的 打了一仗 对 你很难想象 英国人向美国白宫投炸弹的 后来呢 他就打出来了签订协议 然后那个美国就独立了 而美国后来的地位 就他很长一段时间 他就像你说 他不愿意管 管外面的事情嘛 这个孤立主义 他不承担所谓白人的 这个义务 到后来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都是迟迟才出手 但问题是 当他发现 他一出手的时候 能够改变整个战场的格局 就一战和二战 让美国人发现 这个世界上 只要他出手 就是他的这个力量 是最大的 是能够改变整个格局 他才摆脱了 他这个所谓 这个就是这个孤立主义 变成了全世界的警察 所以这个 那我还有问题 咱们去广告 我再问你 枪枪三言行广告 那我就说 能不能说 到后来实力改变了 英国就对美国一步一趋 我觉得他们是 就是说一种 一种这个盟友关系 他们比如说 在那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你看到就最清楚了 布拉尔和这个 就第一次 那个海湾战争的时候 那个布拉尔和 那个克林顿之间 对吧 他们怎么样去这个协作 后来又跟那个布什等等 他们主要是一种 利益的共同体 那需要的时候 还会拉上别的国家 像那个西班牙 法国什么 你反正是不是老大出兵 英国就肯定得跟着 老大发一声明 英国肯定是 不一定 未必 我觉得他们 那你像这次 这个在这个欧盟的问题上 大家看法就不一样 对吧 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大部分事情上 因为他们的利益 真的是共同的 美国人怎么像 就是说 因为美国人 对外面世界也不了解 最近有一个美国作家 他向美国人解释 这个欧盟是什么 他就说 因为美国是叫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说欧洲就是一个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就是欧洲联盟 这下你们都明白了吧 就说欧洲跟我们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的联盟的关系 那么我们怎么跟他们去相处 就是比你原来的理解 要更深了一层 所以 嘉辉你看 你刚才讲到语言的问题 曾经有人就是 也是在网上 那飞一个什么段子 就说 说英国女王 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 美式英语 只有英语和错误 但是后来说 那个女王段子特别多 对不对 就是假说的 但是这个里边确实 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有一个人 写了一本 一个作家写一本书 就是在讲啊 你看 艾略特 这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 我一直以为 他是英国诗人嘛 我才知道 他原来是美国的 你说他这个里边 就有一个问题 他的老师叫庞德 是吧 对对 这个当时啊 这个的直条上 最恶的花 颤抖的最恶的花朵 就当时呢 这个艾略特 他是个美国人 可是他觉得 美国文化没有根 于是呢 他还特别的认祖归宗 他尽量去找英语的 传统的 这个真正 他认为文化的根呢 我要在英国那里 找到我精神的这个根脉 一个悠久的传统 但是呢 后来又有一个 叫沃尔夫 沃尔夫那个女的 女作家 这个女作家呢 也被人批评 他以为对 以为他是美国人 他反过来 他认为英国是旧的 美国是新的 他又是有这么一个立场 他又觉得 英国代表了某种老旧的 一种衰亡的东西 哎 你看这就 你就发现一个老文化 和一个新文化之间的 这种互相寻找 好多那个 那个文学作品讲 这个太多了 就是美国人当时会觉得 欧洲是老欧洲吗 因为他们代表了全新的东西 而呢 那时候的 这个欧洲人又觉得 美国是没文化 就这两种冲突特别多 我最近看了一个美剧 我想不起来是什么 就讲他们几代人 一个贵 贵族家庭 从英国怎么分裂到美国 然后当中就交织着各种 就是这个矛盾 谁看谁都看不起 你包括到今天 比如说当人们说 就是说起美国 那个 Woodie Allen 的话 他们都会评论他说 像一个欧洲的这个知识分子 就有文化嘛 美国人没那么有文化 但是 其实他们的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宗教上 就当年是 就是美 就是欧洲 就英国的这个清教徒 不是去了美国吗 那现在的英国 也是这个新教 从宗教上来说 他们也是相通的 就现在的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英国女王 她的霸 在网上属 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 她是这个二世嘛 伊丽是奠定了英国 就是新教 就是说 她不需要相信 那个教庭教会 直接是我 直接对上帝 所以跟那个西班牙 打了一仗嘛 就是奠定她这个基础 所以宗教上 他们也有这个 没有没有 老当然大家就觉得不好听 所谓老这是传统 传统就是我有我的专业 对 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 价值观来做事 你看英国 特别英里王那边就是这样 我不会跟着你们跑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